原标题 山西柱童遗址出土神秘陶魔 从这件东西上 发现关于文物的秘密考古 是一项极为有意义的工作 考古专家曾经在一处遗址地 发现了一件特殊的文物 也正是这件文物的出土 让专家们欣喜若狂 因为它预示着 还有很多青铜器尚未被发现 它究竟是什么宝贝 为何专家会这样确凿的说法呢 如果您想知道 就让小编来为您揭秘 本门所有图片 全部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如侵犯您的权利 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 图片与内容无关 请勿对号入座 1952年 山西省侯马市牛村古城南处 曾有不少农民一直在此地取土 还经常会挖掘出一些奇形怪状的淘气 农民们也没当成一堆事 便将其纷纷丢弃在一旁 有的还拿回家做了生活用品 一次偶然的机会 一位考古专家的乡间作文物调查时 发现了此事 在他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后 立即对考古部门进行 我汇报 随后 一大批专家前来进行保护性发掘 通过努力 专家果然在此地发现了一座东周遗址 据考证 该遗址大致年代 为春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